大家好,欢迎收看您是水聊 今天给大家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的事件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美联储应该是要降息了 今天其实美联储就会宣布降息 但它到底降多少,现在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因为这标志着美国的或者说整个西方的经济 从通胀阶段加息通胀,抑制通胀阶段走完了 进入到下一个周期 因为现在经济速度已经降,增长已经降得很慢了 这个时候其他的问题浮现出来了 比如说中国的问题 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就面临更大的风险 这个时候需要减息降息来让经济软着陆 而且我觉得西方很有可能 通胀有可能进入结束 并且说不定会进入到某种程度的通胀当中都有可能 因为毕竟平民百姓消费者 他的收入增长还是非常慢的 而且特别是在物价的增长对比之下 所以没有消费力,大家停止消费 这个时候必然会导致通缩的现象出现 所以通缩有可能会慢慢的从中国走出来了 其他西方国家现在通胀结束了 开始有可能出现一点通缩的样子了 而中国有可能相反 所以因为我们再看看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8月份的经济特别的糟糕 继续恶化 一般来衡量它的流通量 货币流通量有个M1和M2 M2就是印出来的钱堆积在银行里面的钱 中国的M2是继续往上增长的 而且增长速度更快了 这表明中共还在大力的印钞 但是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当中 因为实体经济当中 具体用的运转那个钱M1反而下降 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正在进一步的萎缩 进一步的冷却 虽然中国现在目前已经普遍的说是 已经公开承认这就是通缩了 但是我认为通缩用来描述中国其实已经不合适了 因为所谓通缩是因为大家消费者觉得物价会降 所以他们就把现在的消费抑制一下 他等到过一段时间的消费 就消费延迟导致通缩 但中国现在不光是不是这个情况 中国是因为大家收入急剧降低 大家对未来期望急剧降低 这个时候大家不消费了 不管你这物价是这样子涨 他都不消费 就是尽量自保 所以中国这个状态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你继续这么印钱下去 有一天会不会把货币给印 特别是中共现在已经开始五毛印钞的 这种状况了 已经没有资产来支撑他印出来的人民币了 所以会不会西方进入到一种 有点像通缩的状态 而中国开始进入到通胀状态 这个不好说 所以对于西方的消费者来说 降息是个好消息 大家终于可以在 因为那个前一两年两三年 这个阶段这个涨息涨得太快了 所以大家其实蛮痛苦的 双刃剑吧 一方面物价在涨 后面你的房贷 你的车贷 你还的钱又更多了 但是呢 现在进入到降息周期之后呢 给大家松一下吧 只是呢 你会不会进入到滞涨 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说 虽然西方开始降息了 你经济会不会 这个开始转软 开始往上走 如果经济不往上走 你的物价又涨上去了 那就变成智障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看看 西方会不会出现 什么样的状况呢 再聊一下美国的大选 美国这个大选呢 目前处于一个完全的焦灼状态 应该说从辩论之后呢 这个哈里斯呢 卡米拉哈里斯呢 他从美国的各种的这种 民意调查来看 他的状况正在往上走 然后他对川普呢 是有一个微薄的领先的优势 但不多 而且呢 因为美国目前他是 虽然 卡米拉他的民调稍微占有 但是呢 他如果你落实到选举人票上 他还真不一定占有 这个现在双方还是势均力敌 而且呢 现在分析下来 美国的这个 大概七个摇摆州 他的1%的选民 也就是说 占美国人口的1%的人 将会决定这一次竞选的最后结果 挺好玩的事情就是 发生了非常多的意外的事情 就比如说川普居然又遭受了一次 为谁的这个刺杀 这种事情在原来的美国选举当中是 根本就是文所欲文的都没有出现过的 你说 虽然美国总统历史上是被刺杀过 你看上一次呢 就是还是40来年前 那个里根被刺杀 但是那个并不是选举当中的 那个也没有任何政治含义 这一次呢 居然川普在两三个月内就遭遇了两次 而且呢 你都是可以看出绝对是有政治含义的 当然了 到底是什么人 这次这个刺客呢 是被抓住了 但这个刺客呢 他又支持民主党的成分 他又支持共和党的成分 他身上是很复杂的一个人 所以你根本就说不清楚 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当然有阴谋论 就认为这个是谁谁谁知识干的 双方都有可能认为是对方知识干的 像川普的那些周围的幕僚 肯定就指责是民主党干的 但是民主党人就可以认为 川普是自导自演的 因为对于川普来说 他一旦 每次他的选情往下走的时候 他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件 你说这也有点太巧合了 而且是他真的碰到这种 这种枪击案的时候 他的选情会往上走 他会赢得很多的同情分 到底是什么样呢 你看第一次枪击案 到目前为止真实的状况 都还可以说是没有完全破案 我们也不知道当时那个刺客 他到底是他的 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所以第二次大家会不会有答案 都不好说 这也是非常诡异的一点 另外呢 虽然这个卡米拉在民调上稍微占优 但我要说的是 川普实际上他在人群当中支持度 还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他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参选了 你接受他的支持他的人 那绝对都是已经支持他这么多年了 那可以说是死终 而且呢 很多支持川普人 他不一定就说出来 就是说从民调当中 说不定有这么一个误差在里面了 所以呢 真正的去选举的时候 因为其实很多人 他对比起四年前 因为这样的原因 特别是物价上涨的原因 这些人觉得自己 没有四年前过得好 至少他钱没有四年前那么够用了 这一帮人到底有多少 这一帮人会不会 就是把整个 就是民调的时候 没调查进去 是多大的变数 都非常难说 这是从好的一方面说 从坏中对川普来说 说从坏的一面说 川普的表现 他今年的确感觉他老了 他没有像原来那么 那么犀利了 而且这一次 他每一次出来发表演讲的时候 总要出状况 他基本上就 整个这次竞选过程中 没有出什么惊惧 没有出什么让人觉得 哇他说的特好的地方 经常说的 甚至在自己的集会当中 都会说着说着 接着胡言乱语在那 然后你看他的观众就离开了 所以你感觉到出 他已经不是原来那川普 其实他这种情况下 就有一个风险 就是他有可能会被周围的人所利用 甚至他有可能不会被周围的人所影响 现在有个说法就是那个硅谷的那好几个 做什么虚拟币的那个大佬 特别支持川普 而且这次川普最近 他又推出了一个他自己的虚拟币 这个绝对不像川普这么一个 快80的老头 而且他实际上他不太懂虚拟币的 你可以听他说 关于虚拟币 他说的都不太着调 他自己本人是不太懂这些东西的 但是他却在这次竞选活动中 不断的踢到虚拟币 他自己还发行了一个 这就表明他周围有人 周围有人想试图影响他 所以如果这次川普当选了 美国将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美国将会往哪个方向转 现在都有个巨大的问号在那 因为川普本人 就算他当选已经不能够保证 他实行的就是川普所推的政策 他很有可能在他的 他的助手当中会有些非常 大家所不熟悉的人 所以美国政策会往哪方面走 如果川普上台 有个巨大的问号在那 比如最近呢 他有个突然跟一个女的助手 那助手应该只有30多岁 就搞出一个暧昧关系出来了 美国这个电视访谈节目当中 谈的也谈的比较多 那个人是一个认为 911是阴谋论的 他认为911都是美国人自己干的 就这么一个人 极右的这么一个 就是不承认911是一个恐怖袭击的 这么一个人 川普居然把他带到了 就前一段时间不是911的公开的纪念活动吗 川普居然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客人 带去参加那个纪念活动 这个人就是那30多岁女的 而且呢 川普和他之间呢 闹得有点暧昧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川普周围的人很无可能对他产生某种影响 那个人其实啥也不是 就是一个著名的人物吧 但他也没有什么政治资历啊 怎么 他居然能够一下子成为川普核心圈里面的一个 一个顾问 这就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但如果是卡美达当选了 那就是整个川普呢 就走出了美国的历史 走向历史舞台了 因为他不可能下次再来参选了 所以这次只要川普不当选 那他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共和党呢 实际上在川普的这个领导下 共和党已经变成了就是 咱们说他是 可以说是他是川普党 他整个的支持 底下的支持者的这个基本盘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这和传统的共和党 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但如果川普离开 那共和党会不会又像传统演化了 还是说后面的追随者继续 因为川普是一个成功的典型 他们可以步川普的后城 就是继续把川普的 川普主义的旗子打出来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的的确确美国现在处于一种 还是处于一种蛮 巨大的社会危机当中吧 川普实际上是抓住这么一点 非常聪明的抓住一点 因为美国很多的底层的人 他想变 他不满意 他有抗议 川普就把这部分人给聚拢起来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有可能川普会走出这个历史舞台 如果是卡米拉当选了之后 那美国也会翻开 完全走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美国原来没有女总统过 而且卡米拉这个人 他也没经过考验过 他应该说最近这些年 他的上升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的 他到这个副总统的位置上 也是拜登提拔的 当然他本身是比较有能力的一人 这不消说了 他也是和川普对比起来 他也是伶牙俐齿 他说话 他变得已经体现出来了 但是呢 他的的确确也有他自己的不确定性 因为 他在副总统这个位置上 基本上是不太显然露水 又不是他当政很多东西 又不是他做的决定 而这是拜登做的决定 拜登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政客 他后面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顾问团队 所以 从拜登的政绩上呢 你看不出 看不出卡米拉 或者说哈里斯 他会做什么 所以呢 卡米拉当选 美国仍然也会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民主党更像是个机器 民主党更像是一个集体领导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可能呢 可预料性的高于川普当选 因为川普当选的时候 川普实际上是已经垄断了共和党了 在共和党内部 没有人敢对川普说个步子 川普是个绝对的 这个 可以说是一人 一人说了算的那种 那种角色 所以呢 那个不确定性就更大一些 好 我们刚才聊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 是非常糟糕的状态 8月份 但是呢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 做出任何 就是相应的什么措施出来 也不 他也没有任何应对了 他除了继续往老百姓身上去 去输出这个危机 继续让老百姓来承担 我最近看到一个 居然他 显然中共现在极端的缺乏税收 他税收收不上来 极端的想找税源 所以有人就出了收主意 就是说 我们就要收房产税吧 现在反正只要建房就收 不管你是不是自己的住房还是投资房了 每个房子都要收 但如果你没有人不交 那就把房子过几年之后就拍卖 拍卖把那税前扣 这也就是有人出的收主意 这个东西你要做出来 绝对是中共绝对就是崩盘的更快 所以说可以说是中共现在没招 尽管8月份的数据全部是在加速恶化 仍然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所以 另外我想聊一个就是 有一个叫宋耀武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宋冰冰 他这个其实是文革当中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红卫兵的代表 他宋人琼的女儿 他当时在毛泽东接见这些红卫兵的时候 在天安门城桌上宋冰冰就作为 这个红卫兵的代表上去给毛泽东 戴那个红袖套 这个过程当中毛泽东不就问他吗 就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叫冰冰 文字冰冰的冰冰 他说是 他要武 你不能光冰冰 你不要太文字冰冰 你要要武 他就当场改名宋要武 这个为什么是一个 这么一个人为什么重要 最近他在美国去世 获了七八十岁吧 这个 为什么他这个人特别的重要呢 就是这要武这两个字 因为毛泽东这么说的目的 就是想刺激这些红卫兵 让这些红卫兵去 不要太文字冰冰 不要文斗 我们要武斗 就无力的推翻他的政治对手 刘少奇那一派 其实就这一句话 就把底下的红卫兵全部群情激昂了 就争斗武斗了 就到处去打砸抢了 就武装夺权了 这次毛泽东发动红卫兵 来替他搞党内斗争的一个手段 但是那造成了多少中国人死亡 造成了多少悲剧 然后呢 结果那宋冰冰呢 就被认为是这个中国武斗的 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任务了 因为他也带头去打死了 当时是他们学校的校长 就 但是呢 现在人们 因为他死了最近 所以呢 人们就开始 就把这件事情又重新掏出来 又讨论了 宋冰冰应该是 红卫兵的头 应该是犯有一定的 应该是身上是有罪 可以说是 当然他还是个学生 他可以说是被文革所裹挟 被蛊惑了 他自己 但无论如何 他手上应该是沾了血 无论如何 你应该付出一定代价 但没有 是文革当中也是非常的 火的头面的人物 文革后照样是 去美国 还去 MIT还是哪个大学 读了博士 还成为一个专家了在美国 我当然不好否认 他也许他也许自己也反省过 无论如何在美国 也许他还是凭自己的实力读出来的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但怎么着呢 他身上是有罪的 他说他自己忏悔 但是他并没有实实在在付出代价 中国人 当然很多中国人对他的死亡 以及对他的评论 也就跟刚才我说的一样 他没有付出代价 他居然什么都没有付出 他就从这件事情中解脱出来了 很多人很不愤 很多人很不满 但我要说的是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真正罪魁祸首应该是 给他取名字 要武毛泽东 但我们要看现在毛泽东不是还在 天安门广场上在那停着吗 在那放着吗 中共还没有把毛泽东 从神堂上请下来 所以只要中共仍然 毛泽东还在那 他不否定毛泽东 他只要不不 真正是中共 是毛泽东才是文革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那中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他没有 所以这个宋彬彬只是 OK 中共自己也不付出代价 那宋彬彬肯定也用不着付出任何代价 所以最近一两天 是昨天还是什么 他死掉了 这么一件事 又把这个舆论 又把大家这个有关文革的这个讨论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又交起来了 又形成了一个舆论 其实呢 我相信这个 为什么大家现在又谈到文革这件事 有更多的愤愤不平呢 其实这个和现状有关系 因为现在的这位就是在想重走文革路 然后很不满 大家实际上对现状不满 当然只要和文革相关的 他又大家激发更为不满的这种情绪